泰马里多良村是著名的观光景点 不过村庄内的道路有多处出现裂痕 裂缝甚至于宽度将近有两公分 居民怀疑是否和部落下方的 南葵铁路电气化工程有关 不过江峰部铁道局回应说 铁路上下边坡都有做补墙 不会影响到部落地层的扰动 反而会更加稳固 这应该有一至两公分了吧 这宽度 所有都可以下去 村长指着道路裂痕 大约有手指头的宽度 整条路的裂痕虽然进行补修 甚至是挡堵墙 都无法掩盖地基塌陷的事实 每次台风一来 居民都会提心吊胆 担心部落的安全性 我们其实一直对这个问题 蛮重视蛮担心的 因为大家也知道 现在的台风不比前 现在的不是雨大风大 对村民 对我们部落的村民的安全 其实是一个 一个忧虑的地方 下面的堂土墙都在掉了 那个掉下来的话 哇不得了 那个路会没有了 他们会不担心 会啊 我们住在这里 那个等一下台风又来了 安眠 等一下没有路怎么办了 我们要怎么生活了 道路及堂土墙裂痕部分 有居民怀疑 是否跟南回铁路电气化工程有关 对此铁道局表示 电气化的工程 包括现有的铁路上下边坡 及地质较差的地方 都会做补墙 不影响部落地层的扰动 反而会更加稳固 都两个就在那个地方 我们现在是在做补墙的工程 补墙工程就是在边坡 我们在做稳一堆的隔两 然后再加上地毛 把它拉住 让它更为稳固 所以说应该记得没有看到 那边都在做 所以我们没有 没有在做边坡的开花 所以说不会造成它的扰动 学路保质局则表示 多两有设置无处的地下钻孔 来做地质的钻探监测 今年到白鲁台风为止 多两的警戒状态都在正常范围 但未来要如何做 更完善的部落基础建设 泰玛里乡公所表示 预算有限 希望可以跟圆明会合作 共同改善部落整体建设 与安全性 接着展文杰 泰玛里乡报道